那么时有风吹的翻动 那么一声一声风动 一声一声翻动 所以那个说风动 已经讲到气 那个说翻动还注在形象 注相 所以我们要了解的 理气相 这个气风动 然后相翻动 议论不一样 就争吵 说他的对他的对 那么废人进来讲 不是风动也不是翻动 是人则心动 所以我们就是了解 那个心动就是理 然后轰动就是气 翻动就是相 理气相 那在我们这个身上 全部都具备 理就是我们的佛性 气就是我们的运转前身的 那一些呼吸之气 以及这个血液形反 然后这个相 就是我们看得见的身体 理气相 我们身上全部有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 这个就全部在我们身上 可是我们讲要说 注相了以后 在形象上 我们见不到气也见不到理 各位知道这个意思吗 知不知道 不知道 就是我们在凡尘 面对所有众生的时候 我们一看都一定就先看 是漂亮的还是肘肉 是男的 女的 是老的还是年轻的 都已经在相上 在用心 那个叫注相 注相 了解意思吗 我们是不是都这个样子 大部分我们跟人家见面 第一个都是从他的 那个外表形象来 看重 注重 可是我们要了解到 要进一层 因为进一层以后 可以看到他的运转前身 那个气 那运转前身 有一个主宰者 谁在主宰 那个就是理 理气相 那我们进入到理 走入理以后 我们就可以了解说 可以指挥我们的气 然后使我们的相 呈现什么样的行为动作 对不对 我们的主宰 刚才我们那个三哥里面 也有说 我们也都要当主宰 我们自己要指宰自己 我们从礼天一下来 太久了 都注相 然后六道人回 现在我们都想回去了 所以把凡尘的 把这个事 凡尘事 都能够放下 然后把我们 不生不寐的真心佛心 使他恢复 他的清静 这样我们就可以 又回到本来了 本来就是佛 那么他们一听到 六祖这样讲 一众害 都说这个见解 很不一样 好